坎顶部落2018年承办理百年展活动 讲述族人的迁移史 受现场地关心只有5个小时的快闪展出 去年由一名部落族人提供自家老屋 打造成坎顶3062老屋故事馆 延续坎顶百年展的内涵 展出特展《我的名字从何而来》 今年度部落和史刑馆合作 由青年参与培训 担任导览员也加深了青年的文化传承 指着地图讲述祖先的迁移过程 海端香坎顶部落青年 诉说着部落的迁移史 以及部落独有的名字传承文化 2018年坎顶部落曾办理快闪展览坎顶百年 让长辈回忆年少过往 也让年轻人认识家族的足迹 去年获得部落族人支持 将老屋提供部落办理特展 坎顶部落吸收10千贯与台客大三方 延续坎顶百年的内涵 在3062老屋故事馆内 办理《我的名字从何而来》特展 部落的族人就觉得 我有一个老房子你们愿不愿意进住 所以我们觉得那当然是好 因为我们其实就像是一个无壳蝗牛一样 我们做了很多的故事 那这些资料也不知道放哪里去 坎顶百年的时候就发现迁移地 然后我们就觉得日记时代的族谱 可以看到自己的迁徙地 它上面有记载 所以其实只是很单纯的想说 看自己是不是真的从那个地方过来 结果没想到把族谱调出来的时候发现 诶 名字耶 我们家的名字原来都是这样子传下来的时候 自己就会觉得 诶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做另外一个展览 所以这次新的展览就是我的名字从何而来 因为布农署的名字都是传承下来的 不会有奇奇怪怪的名字或者是梦到的名字 赋予你身上而是长辈的名字是传下来的 今年杜坎顶部落与石前馆合作 由部落策展人及石前馆培训青年导览技巧 让不同家族族人担任导览员讲述前移故事 同时也加深青年对文化的认识 部落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外流 那留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子 那像我这样子的青年真的就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不是我做的话 那谁要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认为我就是要去做 所以我才决定去做这个学习 我对文化其实一开始也是不是很了解 可是透过访谈跟我们的老人家 然后他所分享的对我学习的圣道 就是原来是这样子 而且一开始很多的禁忌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他不讲的我们没有去问 他也没有跟我们讲我们是会不知道的 如果之后有就是类似的活动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次的经验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错误改掉 然后这次做得很好的 把它做得更好 坎顶3062老屋故事馆特展 呈现布农组特殊的命名系统 以及迁徙脉络 欢迎民众提前一周到一个月 上脸书粉丝专业或掐盖亚纳工作坊 预约导览参观 记者江碧润海端相报道